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懂技术分析都会知道 在这里台积电形成一个所谓的 这种形态叫做空头吞噬的形态 如果懂技术分析就会知道 这个形态形成可能对它股价稍微在未来比较不利 所以必须要尽速过高 化解这一根长黑空头吞噬 第二个回到大盘的成交量这个部分 主要观察重点要去注意的是在哪里 在量能的一个变化 今天指数虽然拉高上来 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为止 成交量只有468亿 预估量756亿的一个量能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大盘的成交量是多少 有780而已 这上个礼拜五 7月29号 今天如果反弹上去量 却是一个缩的 五日均量也是在下滑 我先提醒大家 短线上指数在这边 还是最多在这里做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 可能性会比较高 这种震荡整理盘的时候 接下来大盘 当然我们要密切观察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哪里 都是要去观察里面结构的变化 也就是这波指数当从8000点 涨到9000点的时候 我们发现最近已经真的有些股票 大户涨到这里 开始陆陆续续出托 在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或是技术面 其实来看都有转弱讯号出来 我举个例子 两个礼拜之前 有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问什么 问当时蛮红的VR概念股 叫做新巨科 新巨科当然它有VR的题材 股价那时候 哇也很多人很多投股老师 在那边喊净 杀净杀出 那时候我都提醒大家 从技术面上来看 第一个 在这里已经要居高思维了 大户有点在出货的现象出现 那第二个也要小心 这种题材股 真的这当中VR很热 AR很热 但是呢 他们真的业绩 有因此大幅度成长吗 那一天也提醒大家 像新巨科你就会看到 第一季的EPS 还亏了1.68 第二季的营收 也是比去年同期衰退 题材很热 业绩根本没有上来 这种股票我基本上我都不会推荐 因为都要小心 风来的时候 有些人都喜欢站在风口 想要飞上天 这叫郭台铭行农 这叫猪啊 对不对 那风退的时候摔死的也是什么 也都是这种猪 都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 那结果呢 我们看到指数最近 只是在高档震荡 今天拉高上来 盘中一度又大涨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到新巨科的股价 最近居然已经从26块多 一路的跌 一路的跌 跌到今天低点多少 21.75 你们发现指数 还在9000点高档震荡 居然它的股价已经跌了17% 跌了快要两成幅度下去 那更不用讲 包括了像上个礼拜一 当报纸头条消息 标题告诉大家 iPhone 7大降价 有利供应链的时候 我还特别提醒大家 这里面 像陈宏 鸿海 可城 报纸都点名 对他有利 我还特别叮咛大家 这个消息看似利多 其实是利空 你更要小心 指数在创新高的时候 融资余额大增 谁在卖 为何而卖 都叮咛大家有大户在出货 那为什么大户要出货 结果新闻出来了 原来上个礼拜五 公布的财报 第二季又大亏了7.28 那指数那天跌 他股价跳空大跌 盘中最多跌了7.7% 对不对 那今天你看到指数 哇 你说涨上来了 上个礼拜五指数跌 今天又涨 可是你们注意到里面的结构 指数上涨 今天TPK呢 又是继续下跌 连跌两个交易日 又往下再做什么 往下再做一个探底的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 都特别叮咛大家 在最近指数来到9000点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听其他投股老师 就告诉你的 哎呀 赶快买股票就对了 你更要去检视你手上股票 一旦产业趋势在下滑 业绩在衰退 之前股价相对弱势 最近会补涨 会反弹 但是这种股价补涨反弹 我都会建议大家 你要格外小心 不要以为它叫低档 该是这个翻扬 你反而要小心 找机会来换股操作 更要小心的是技术面 有大户持续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股票 你更要避开 免得到最后指数 可能只是个高档震荡而已 很多股票大户一出货 跌下去两成三成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 您在这里 不晓得您手上股票 是强还是弱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盘中 免费coin专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我会在这里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 提供最专业的建议给您 好 接下来 我们再强调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操盘动作 不是说去猜指数涨跌 而去观察好结构的变化 做好太弱折强的动作 弱势股的部分 最近看到TPK股价这样子 指数高档震荡一下而已 股价就从70块 击杀今天最低跌到59块7 跌掉多少钱 10块不见了 可是难道指数 在这里震荡的时候 TPK要这样杀 没有股票涨吗 当然不是 我们看到这一波的行情 除了说我们这一波的代表作 自身科 从当时 这在11月份 就开始持续推荐 那时候大盘指数 在8800多点 我们锁定这当中 自身科长线爆发力 因为受惠于循机防滑系统 受惠于涡轮增压引擎 里面的关键零组件 需求都在倍数增加 长线爆发力出来 那时候大户进货在60几块 我们也在那附近来做布局 对不对 现在股价已经从当时60几块 涨到多少 129 已经从64 65块 一路的布局 大涨了65块 涨到129 达成100%的一个获利 对不对 这时候 当然我们重点不是要强调这个 而是请你去观察 你有没有发现 那时候64 65块 我们再买的时候 指数在这个高档 后来跌下去 再涨上来 股价已经慢慢的墊高 慢慢墊高 涨到80几 80几 我们还有再继续加码 后来指数 又拉回到7999 拉回到8000 最近才有涨上来 又在高档震荡 可是你发现 股价大盘跌下去的时候 它又继续墊高 然后一路的又涨上来 对不对 现在涨到120几块了 你有没有发现 指数上上下下的过程 好股票不用靠大盘 就像一路往上 甚至获利100% 都不是梦想 那再来除了自身科 好我们再来看到 包括之前推荐会员朋友 新能源车 新黑马 谁呢 2360的智茂 就是2360的智茂 之前我们提到 接下来注意 中国积极在推动新能源车 里面关键基础设备是什么 充电站 换电站 这里看到福建省 看到北京市都在怎样 积极来做扩充 因此 受惠指标股 当时我们发现 2360的智茂 在中国冲换电站市场布局多年 受惠于中国 加强新能源车的一个补贴 Tesla也打入到中国市场 带动了冲换电站的需求 开始大幅度成长 智茂 营收开始创新高 业绩也开始大幅度成长 财报都估计会有亮眼成绩 也观察股价走势 近期融资在大减 技术面出现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有机会成为下一档 新世代汽车的黑马股 当时也带着我们的会员朋友 在多少钱 在六字头的家位 股价还在拉回整理 但是发现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即将转强出来 那在这里来做布局 对不对 那这几天我们看到大盘指数 昨天急沙重挫了92点 那今天又反弹上来 那指数是来回震荡 可是我们看到这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大盘 急沙跌了92点下去 可是智茂的股价 往上拉高上来 为什么拉高 原来是他上半年的获利 年增率高达五成 智茂也创下一年半的新高 那这上个礼拜五大涨 指数昨天上个礼拜五大涨 今天反弹 他上个礼拜五就开始大涨了 今天股价呢 又继续涨 对不对 然后你再回头一看 从六十几块买进 到现在已经涨到多少 涨到八十几块的价位 你会发现 好股票就是这样 不用靠大盘 又一档一档的涨上去 不止智茂 再来看到了 包括上个礼拜 我们唯一有推荐会员朋友 进场买进的一档股票 谁呢 Tesla 电动车 受惠股的康普 4739 其实上个礼拜 我记得也有投资朋友 Coin进来问康普 我说接下来注意 有机会了 对不对 为什么有机会 我们也发现到 技术面观察 原来有大户持续在进货 股价拉高 未来几天 这当中 守在前波低一点之上 时间结构 仍然是多方控盘 突破月线 渴望正式转强 有没有呢 来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最早 我们在二月份 三次几块 就在推荐康普 大涨到57块多 我说不要去追了 我们会员也先赚一趟 获利入带了 压下来 上个礼拜 还特别叮咛大家 接下来又有机会 因为大户又开始进货 时间结构多方控盘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 上个礼拜五 指数大跌92点 那一天它股价拉高 大涨4.3 对不对 那今天指数反弹 它股价又继续涨 指数是一跌一涨 来回震荡 它股价不知不觉 又拉高上去 涨到今天 已经又最高 来到48块多 好 我重点不是要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的股票 哇 一档一档又开始飙出去 你赶快来加入 明天我就带你买一档 马上又大赚的股票 不是 我只是再三叮咛大家 看盘你要看的重点在哪里 就在这里 你有没有去看懂里面 结构的变化 行情在整理的时候 哪些股票有大户在出货 在跌了 哪些股票 其实大户正在进货 正在转强 你能够去掌握好 你才能够去战胜这个大盘 成为赢家 这也是在这个阶段 你最重要 应该去做的事情 好 那如果不晓得 没关系 我们都欢迎大家 立我们的coin专线进来 现在线上刚好一个 桃园的钱生生 这个coin 喂 陈先生 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那个剑核心 剑003的剑核心 那个后市怎么样 谢谢 好来看一下 那这档股票当然 很多投资朋友 如果之前有看过 这个我的节目分析 去年我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它是一档车用电子的一个 这个里面的一个概念股 不过今年我比较没有去推荐 原因在哪里呢 发现到 它在车用电子的一个部分 业绩 这今年来看的话 似乎比较没有大幅度的成长上来 包括看到它的营收表现 去年赚了2.45元 那EPS第一季只剩下0.5 并没有大幅度成长 那第二季的营收 也都还是比去年呈现一个 稍微小幅度的一个衰退的现象 那这种股票 我就比较不会去推荐给会员 所以说技术面上来看 最近好像也不错啊 拉了一根红棒 短线拉回 也会慢慢在做走墙 不过呢 我比较 我在这里就比较不建议大家 毕竟我选股 大家会发现 很多人都说 现容老师选股票 蛮龟毛的 这我承认 但是呢 我认为说 这个要带会员朋友来做操作 每一个会员朋友的资金 都是有限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找真正产业面 爆发性成长的行 这个产业当中 最有竞争力 那种业绩会大幅度成长的公司 这样的股票 才能够大波段的上涨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 把有限的资金 做最有效的运用 这一点是我会去强调的 所以建核心 你要做可以 但短线 如果说长线 我觉得爆发力比较不足 那重点在这个阶段 我会提醒大家 每个人资金都有限的时候 你应该去怎么做 不是说你抱着手上的股票 周已经转弱了 你还不知道 还要继续抱 那可能就越跌越深 对不对 你要懂得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就像《孙子兵法》 《虚实篇》当中所说 扶兵行向水 水之行 避高而趋下 兵之行 避时而急需 古事如战场 不就是这样吗 水 要从高往低流 作战 你要懂得避时而急需 那古事呢 你当然要懂得 避开弱势谷 找到强势谷 《孙子兵法》 又跟大家谈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 而取胜者 为之神 那你想要在古事当中 能够成为赢家 能够用兵如神 当然最重要的 你要去分辨 谁是强势股 谁是弱势股 你更要领先掌握 转强跟转弱讯号 做好太弱则强的动作 弱势股舍得卖 转弱的股票要赶快跑 转强股你懂得买 强势股跟他们调调 到最后 你不要说每档股票都赚钱 看错股票 转弱的股票 小赔一点先收回来 强势股你低档先买好 没有转弱一路的大波段 就像我们这波的智升科 从六十几块 这样一路的大波段 操作加码上来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 成为真正最后的赢家 如果说投资胖 您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我们都欢迎大家 在这里你想要掌握 下一支智升科的投资朋友 欢迎跟好我们 基品操盘团队的行列 从产业面跟技术面上来看 当然我们还是叮咛你 Tesla供应链 已经取代了苹果供应链 非特阵营 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 智慧车联网 取代智慧手机 平板电脑 成为台湾科技股 未来三到五年 最不容忽视的强势主流 过去三到五年 你抱瓶盖股 抱可乘 你抱一个大波段 你可能会赚很多 可是现在你会发现 你抱瓶盖股 怎么抱越久 反而可能套越老 去想一想 残烈趋势已经改变 可是反过来 如果你抱到现在最有爆发力的 像智升科 就不就一个大波段上来吗 那在接下来 我们就持续锁定在美国车辆 将要全面安装自动刹车系统 带动ADS跟自动下驶的一个商机 这个Tesla的Model 3 每年更要创造200亿美金的一个营收 这个出货量年增率更高达10倍的时候 这个部分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也想要掌握这波新世代汽车 大波段获利良机的投资朋友 为了庆祝自身科 百分之百大获全胜 我们在父亲节前 特别也给大家一个感恩回馈的 一个88专案的机会 详细的内容 如果说投资帮想要来做了解 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8万8大回馈 慶祝父亲节 8万8大回馈 请您立即拨打 22752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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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通投顾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最专专专专专业 用心 重存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群出现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顾高老师 集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成通投顾 值得托付 027525868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那大盘指数在最近9000点持续震荡 我知道你的操作可能会很煎熬 你知道今年的行情 长线来看多头 就像县隆老师之前所说的 走一个第三波都还没有结束 长线是有机会来挑战9900 甚至上万点 这都是有机会的 可是又怕指数已经涨了1000点 从8000到9000之后 这里去买短线指数 就不会又做一个拉回 那不买被嘎空手很难过 买股票又怕买到高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建立大家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操作选股一定要非常谨慎 去找那种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的股票 这才是让你最能够去 这当中打败大盘的机会 那什么股票不用靠大盘呢 再来跟大家回顾 极品操盘团队 我们专业的选股怎么选 一定是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列里面 找出来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因为这样的一个公司 一个产列正在爆发性成长 真的有竞争力的 它的未来 EPS就会有倍数成长的空间 而当本益比 长期来看大致不变的时候 只要EPS能够倍数成长 股价都会领先喔 倍数来做一个上涨 EPS再分母 5到10翻了一倍 股价会不会翻一倍 其实有经验的人知道通常不止 那举个例子来看 就像至今 对不对 至今当时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时候 也才五十几块啊 但是当它接获了 它的小尺寸OLED 供应穿戴装置 供应车用电子 需求开始大幅度成长 业绩也开始大幅度走高之后 股价居然就从五十几 翻一倍上来 还不止呢 最高涨到一百九十几 涨到一百多 那涨到一百多之后 EPS公布出来了 去年赚三块九 今年第一季 单季就赚了两块钱 一季两块 全年不就八块了吗 不就比去年同期倍数成长 可是这时候你再去买 你会发现你买了一百多 一堆人在这里杀进杀出 赚不到什么钱 甚至不小心就套在高点了 可是如果你能够领先去掌握到 这个低档 原来这里你去布局 你就能够去翻到一倍的一个利润 掌握在手中 那怎么去掌握 当然不是等到财报数字公布出来 你要才知道 你要懂得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那如果做不到 我会建议大家 你为什么需要县荣老师来帮你 因为你看到县荣老师 我们的基品操盘团队的研究同仁 是多么认真多么用功的 告诉大家未来有什么产业 里面这个爆发性成长 里面有什么公司 这个真正具有竞争力 业绩有大幅度翻扬的机会 除了至今 包括这个自身科 今年的代表作 不也是这样吗 当我们在看好 原来这里 汽车的动力系统 越来越要求节能减排 而这个汽车安全配备 更是这个 巡机防滑系统更是 现在许多消费者买车 一定指名要有的一个安全配备 那这时候发现到 国内上市归公司 唯一有在做巡机防滑系统 关键零组件的是谁 自身科 那他还做了这个 包括喷射引擎 涡轮增压系统 能够让汽车 虽然只要小排气量 来节能减排 可是也会有大马力输出 那这样子需求也在倍数增加 那这个是有爆发力的公司 但是也要懂得低档就来发现 那时候才六十几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带着会员朋友 这样一路低档 甚至一路加码上来 最后才能够掌握 这样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而不是涨到110 涨到120 哇 赶快进去追 追了 哇 这个又怕买到高点 一个急杀震荡下 哇 又被洗掉 又赚不到钱 你要懂得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你才能够成为最后真正的赢家 对不对 那除了至今 除了自身科 接下来还要记得 当美国车辆全面 要安装自动刹车系统的时候 现在车子有自动刹车系统的 多吗 还很少 可是现在很少 未来会很多 那这就是一个 最有爆发性的产业 里面有竞争力的公司 最需要的雷达 镜头 这个部分 关键零组件 业绩很多都会有机会 爆发性成长上来 那股价就会有 大波段上涨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在未来 持续在锁定 要留意的重点 包括了Tesla 超级电池工厂 正在加紧赶工 这个部分 未来带动上来 Tesla的一个 电动车的一个出货量 将要呈现 10倍数成长的时候 里面有竞争力的公司 都开始一档一档上来了 对不对 看到做防撞雷达的明太 这个三月份 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才16块多 最近也已经领先大盘 早就已经冲过8840高点 然后涨到现在21块多 当然这个时候 强势股都叮咛大家 急涨不要追 要买也是大家回再找买点 70几块 跟大家介绍的企迹 也是国内在生产 防撞雷达的一个重要公司 对不对 获得了日本客户的订单之后 业绩也开始要翻扬 去年赚了6块钱 今年还会更上一层楼 70几块 到最近也已经涨到88块多 对不对 好股票就这样一档接一档 一波接一波 包括这个上个月 跟大家推荐的IET 最近也急拉上来 大涨到113块 还原权值已经拿到120块6 还有包括了智茂 对不对 最近还有看到 这个法人券商的研究报告 开始要调高投资平等 结果股价已经涨到80几块 我们又再度领先市场 领先了一大步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 新的黑马这个部分 我们都持续在锁定 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 每天跟会员朋友推荐不一样的股票 一年365天不小推荐几百档 那我们就是锁定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 把你的资金做最有效的应用 找到未来最有机会 大波段上涨 就像至今 就像智升科 这样的好股票 要让每一个会员朋友 都能够去掌握到这波 新世代汽车 大波段获利良机 那如果说你也想要掌握 新世代汽车 大波段获利良机的 记得极品操盘团队 会是你唯一选择 如果说投资 您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你也想要掌握到至今 想掌握到智升科 这样大波段获利机会的话 记得现在庆祝智升科 100%大获全胜 给大家一个感恩回馈 88专案的一个活动 机会不多 错过了这次 可能要再等一年 认同我们操作理念 想要掌握大波段获利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的行列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往下期见 就会见 往下期见 快速回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